來 有請B組登場 B組派出來的是屯樂 屯樂 我們B組只有60秒 但是獲勝一樣有一台 50吋的四黑一金顯示器 是 一樣可以擺在你的理由辦公室 2026用那一台看開票 還可以接SWITCH給小朋友玩 對 還又收錢 我們是黎明服務 OK 準備好了嗎 你先打喔 OK 老師 請出題 公正師 正確 金陵寶可夢當中的百片怪 是什麼顏色的 紫色 正確 參選村里長需要繳納多少保證金 正確 彥朝芭樂是哪一個縣市的農特產 高手 正確 竹倩是台灣哪一個縣市的舊城 正確 台北市的殯葬管理處 隸屬於哪一個局處 民政局 正確 台灣警察官階當中 二線一星是哪一個官階 雲瓜 正確 四大名著《紅樓夢》的作者 出生在哪一個朝代 清朝 正確 可愛動物馬來莫 原生於哪一大洲呢 亞洲 正確 童話故事 國王的新衣 作者是誰 安徒生 正確 日文的御手禧指的是什麼 錯 交易提 傳統核能發電 是核融核還是核分裂 正確 負責舉辦大學學測的是哪一個機構 大考中心 正確 南非國父曼德拉曾經獲得諾貝爾哪一個獎項 正確 義和團是中國哪一個時期的民間團體 清朝 正確 神雕俠侶當中 小龍女是古墓派第幾代的掌門 第二代 加一提 加油一開始是鼓勵人做什麼事 加一提 電視劇《仙劍奇俠傳》當中 飾演李逍遙的是誰 加一提 電腦鍵盤當中 TAP鍵是哪一個英文單字的縮寫 TAP TAP 下一提 中華民國唯一非洲方交國是哪一個國家呢 非洲方交國 加一提 藝術雕像全斯爵 需要哪隻手撐著小孩 後面有一點連環節 都卡在最後面幾題 滿穩定的 可是我跟你講 他一直到這幾題之前 他一直都是領先的 對啊 而且他很穩定 他其實就算後面有在想 他沒有打出來 但是他整個人狀態還是很穩定 但我很鼓勵大家就是說 試試看講出來 答案即便錯就錯了 錯了就錯了 好 神雕俠侶當中 小龍女其實是第三代 因為第一代是他們的開山主師 也是林朝櫻 但第二代其實是林朝櫻的丫鬟 第二代這個林朝櫻的丫鬟 才是小龍女的師父 小龍女是第三代 可是開山主師 怎麼會傳給一個丫鬟 是不是他們中間有一些 有一些過程 沒有 因為他沒有那個 他也沒有小孩 也沒有土地 一定是旁邊最親近的這個人 不然他武功就失傳了 就是這麼單純 讓你的腦袋乾淨一點 很乾淨 好 來 加油其實一開始 加油 加油是鼓勵人家讀書 是讀書的意思 就是清朝的嘉慶年間 有一個舉人 就是那種秀才 舉人 讀書人 舉人呢 他叫張茵 他很重視教育的事業 所以到午夜的時分 他都會派兩個才藝 踢著那個油 因為以前我們不是點那種油燈嗎 油燈 對 他就拿踢著油去尋程 如果看到說 哪一戶人家還在挑燈夜讀 他就幫你添一點油 好讓我們可以繼續看書 很棒 加油 加油 這樣子 剛剛那個TAP 它其實是問你哪一個 我們電腦字常常都看到TAP 對不對 其實它是一個英文單字的縮寫 所以是問你說那個英文單字 是哪一個 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是Tabulator 就是T-A-B-U-L-A-T-O-R 它就是以表格的形式去排列資料 TAP 好 還有那個唯一的非洲邦交國 是哪一個國家 就是史瓦記 史瓦記 對 好 今天的職業挑戰賽 兩堆的里長都帶來很精采的競賽 但是還是要很遺憾的宣布 兩邊都挑戰失敗 這邊很可惜 停樂答得很好 就是後面那幾題 這題目應該知你OK吧 因為你離書本最近 就是畢業的時間 真的有難度 多學習 學習到了 有學習 對 是 會很難嗎 百便怪簡單 百便怪很簡單 超小百便怪 對啊 應該沒有李明來申請聖誕書那麼難吧 好 OK 立宇 OK 可以 立宇很辛苦 立宇兩屆 對啊 而且她一個人對不對 有時候晚上就衝了 對啊 還是要注意安全 真的很感謝里長 我這麼熱心的為李明付出 是 但付出的當中要自己斟酌 還是要以安全第一 對 那今天很可惜啦 沒關係 下次再來 好 那還要非常感謝我們兩位關主 有守住了我們十萬元大家 謝謝 我們職業挑戰賽呢 很開心兩隊熱情的參與 還有觀眾朋友們 您的收看 我們百便之多心 一起動腦筋 下次見了 拜拜 謝謝